马可福音八章三十三节 耶稣转过身来看着门徒 就责备彼得说 撒但退我后面去吧 因为你不体贴神的意思 只体贴人的意思 责备彼得 这个原文跟第三十二节的劝是同一个字 都有斥责责备的意思 彼得要责备耶稣 反而被耶稣责备 撒但原文的意思是敌对者 他自始至终的目的就是要与神作对 所以撒但利用彼得体贴人的意思 而要拦阻耶稣上十字架 神的意思是什么呢 如果有上下文来看 就不难看出神的意思 主耶稣对彼得的责备是因为什么呢 就是因为他对耶稣基督的 必须有了错误的反应 三十一节的必须 原文的意思是人子受苦 被弃绝被杀和复活 这四件事情是必须的 而且这个必须 并非指着耶稣必须 而是原文是无人称的动词 所以是指的是 事情是必然会发生的 而且在新约中这个必须的原文 常常是跟神的旨意有关 就是说某件事情必须发生 是因为神的旨意的关系 换句话说 神的旨意就是耶稣定死之架 这是必须发生的事情 也就是这是神的意思 体贴 有将心思 专注于放置于哪里的意思 是指思想的方向 而彼得只专注于自己的意思 并没有专注于神的意思 就是说是用人的角度来看 彼得不希望耶稣去受死 钉十字架 这是十分正常的反应 我们也常常会如此 不是吗 很多为主而活 奉献福祉主的这些道理 我们都懂 但是有多少人 真正会体贴神的意思 不体贴人的意思呢